每次考試幾乎都會考到英文科 但如果您想當郵差 就算英文不好也沒有關係 因為9月過後 中華郵政考試科目 英文廢除 反而加考交通 這樣好像不太好吧 感覺好像沒有一個 篩選的制度這樣子 交通這個部分 應該是大部分的人 都已經知道的規則 那有必要特別去考 這我就覺得比較怪 是有人炮轟 考試鑑別度降低 變得實在太輕鬆 取消英文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英文變成 一個那麼重要的門檻 我們內部還有很多 很多比較專業的人 他可以去翻譯那些 近年外情人員事故 不斷的增加 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年輕人不熟悉打擋機車 加上載重560公斤的信件 容易打滑 而且有微停 還有超速的問題 因此為了不讓原力調度吃緊 還有服務品質下降 所以增加交通考題 不要考那麼複雜 考簡單一點 重點就放在 那個交通安全這一塊 增加了解交通 安全的嘗試聽起來也應該 但是完完全全廢除英文 會不會未來 面臨更多的麻煩 還有探討空間 記者 陳詩蓮 觀妮 踏步道